卧槽 没想到初代复联的扮演者入职经历竟然如此奇葩 居然还有从监狱中捞出来的 首先就是将漫威推向神坛的钢铁侠扮演者小罗伯特唐宁 年仅27岁的他就因扮演卓别林拿下奥斯卡影帝提名 更是与蜘蛛侠里年轻时的梅伊达的火热 但很快他的人生便遭遇滑铁 因为沉迷吸毒 一直往返在法院与监狱中 曾经精彩艳艳的天才少年如今却声名狼藉 好在导演废如力排众议 认为唐尼与钢铁侠两人的经历如出一辙 两者都是经历过人生巨大变化 事实也证明了导演绝佳的眼光 最终唐尼靠着自身的努力完成了绝境翻盘 片酬也从钢铁侠一的50万亿乐 涨到复仇者联盟三里的一个亿 而美队的扮演者入职就比较奇葩了 真正让剧组做到了三顾茅庐 起初克里斯·埃文斯并不愿被这种带有续集的超音电影束缚 多次拒绝漫威剧组 直到第三次后 漫威高层也彻底不满 好在唐尼找到了他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将其说服 除此之外寡姐的最初人选并不是斯嘉丽约翰逊 但在得知漫威准备打造超级米英雄时 斯嘉丽不仅染了一头鲜红的袖子 更是为此苦练柔术 最后还是凭借连夜登门拜访导演费路 这才一举拿下黑寡妇的角色 而鹰眼的扮演者杰瑞米雷 起初他一直都以为自己是个反派角色 出来就跟着洛基到处搞破坏 直到复连宇宙庞大的世界观展露之后 鹰眼才知道自己才是主角 复连三里鹰眼的缺席导致了战败 而复连四里他出现则一举拯救世界 果然打团不能没有VDC 除此之外最奇葩的当属雷神的扮演者还走 他被选上的原因 竟然是因为曾经在老家当过建筑工人 一手小锤锤更适用的出神路话 也难怪他对锤子如此中暗